朝此白帝彩云间,千里江陵一日还,两岸远生提不住,青州已过万重山,一闻清晨,朝霞满天,我就要踏上归城,从江上往高处看,可以看见白帝城彩云缭绕,如在云间,景色绚丽,千里之遥的江陵,一天之间就已经到达。 两岸远侯的提声不断,回荡不绝,远侯的提声还回荡在耳边时,轻快的小船已驶过连绵不绝的万重山乱,赏西早发白帝城是李白诗作中流传最广的名片之一,这首诗写作者从白帝城到江陵一天之内的形成情况, 主要突出轻快,也反映了李白心情的轻快,当时李白已58岁的年龄被流放夜狼,当他从江陵进湖北荆州市行至白帝城进重庆凤杰县境内的时候, 唐素宗宣布大赦,李白也被赦免,他像出龙的鸟一样,立刻从白帝城东下,返回江陵,在诗中李白没有直接抒情,但是读了他对行程的描写,自然感受到他的心情和兴奋的情绪。 诗的首句写白帝城之高,二句雪江陵路遥,舟行迅速,三句以山影远声哄托行舟飞劲,四句写行舟轻如舞,点名水时如泻,全诗把诗人预设后愉快的心情和江山的壮丽多姿,顺水行舟的流畅轻快融为一体,运用夸张和奇想, 写得流离飘逸,自然天成,名人阳慎赞约,景风雨而起鬼身矣,首句招刺白帝彩云间,彩云间三字,描写白帝城地势之高,为全篇描写下水船走得快这一动态叙事,坐着回望云霞之上的白帝城,以前的种种恍如隔世, 一说形容白帝城之高,水行船速全在落差,如果不写白帝城之高,则无法体现出长江上下游之间邪度差距之大,白帝城地势高如云霄, 于是下面几句中写周行的迅捷,刑期的短暂,而原生,目万重山的不暇迎送,才一一有着落,彩云间也是些早晨景色,显示出从惠明转为光明的大好气象, 而诗人便在这曙光出灿的时刻,怀着兴奋的心情匆匆告别白帝城,第二句千里将临一日还,千里和一日,以空间之远与时间之短做悬殊对比, 这里,巧妙的地方在于哪个孩子上,环,归来的意思,它不仅表现出作者一日而行千里的痛快, 也隐隐透露出预设的喜悦,将领本非礼白的家乡,而环字却亲切地如同回乡一样, 第三句两岸原生提不住,境界更为神妙, 古时长江三来,常有高原长孝,作者说提不住, 是因为他乘坐飞快的请舟行驶在长江上, 耳听两岸的原提声,又看见两旁的山影,原提声不止一处, 山影也不止一处,由于周行人素, 使得提声和山影在耳目之间成为浑然一片, 这就是李白在出来时为原生山影所感受的情景, 神在这如脱险之间,顺流直下的船上, 使人感到十分畅快和兴奋, 秦代贵妇在杂谱中对这一句有很高的评价, 摸具青州已过万重山,顺西之间青州已过万重山, 为了形容船快,诗人除了用原生山影来哄托, 还给船的本身添上了一个青字, 只说船快,那便显得笨拙, 而这个青字却别有一番抑郁, 三来水及探险,诗人素溜而上诗, 不仅觉得船重,而且心情更为质重, 如今顺流而下,行船轻如武, 船的快速读者可想而至, 而万重山一过,青州进入坦途, 诗人历尽艰险,进入康庄旅途的快感, 也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了, 最后两句是邪警,又是笔性, 既是个人心情的表达, 又是人生经验的总结, 一物性感,精妙无伦, 全诗给人一种风冷挺拔, 空灵飞动之感, 然而只看着首诗的气势的豪爽, 彼此的俊丽, 还不能完备地理解全诗, 全诗洋溢的是诗人经过艰难岁月之后 突然迸发的一种激情, 所以在雄俊获讯集中, 又有豪情和欢悦, 快穿快艺, 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余地, 为了表达畅快的心情, 诗人还特意用上平山运的尖海山来做运脚, 使全是显得格外悠扬, 轻快, 回味悠长, 感谢收看, 欢迎订阅, 按赞, 分享, 感谢观看, 再见